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繼續討論一下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訪問中國之後的後續評論 內地觀察者網最近訪問了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 講述謝爾曼最近訪華之行 有什麼觀察和評論 金燦榮說 中方在這次對話當中向美方提出 三條底線兩份清單 究竟中國為什麼會有底氣向美方提出這麼嚴厲的要求呢 金燦榮就講述 其實過去三年 中方承受了美方很多壓力 在2018年3月22日 美國單方面發起對華貿易戰 以此為起點 美國不斷對中國施壓打出組合權 貿易戰 司法戰 走步了孟晚舟和很多華人的學者 又發動輿論戰 在輿論上宣驗抹黑中國 宣驗病毒起源 又發動科技戰等等 美國中間中美之間的科技教育往來 更加發動一些 跟他關係好的國家 例如美國、日本、印度、澳洲等 用四方機制 企圖是 搞亞洲的小北約 另外 又就台灣問題、香港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 在國際上搞了很多東西 又妖魔化了一帶一路 但美國打了一套組合權之後 中國挺過來 就貿易戰而言 美國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美國打貿易戰的目的是多重的 首先是要延緩中國的發展 金燦榮教授就全面總結了 自2019年新冠出現之後 中國的GDP增長率是6.1% 美國是2.3% 中國是美國的兩倍半 去年 中國是G20當中 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 增長了2.3 美國就是-3.6% 發展差距 逐漸拉大 今年世界銀行估計 美國經濟增長是大約5-6% 而中國的增長估計是8.5-9% 仍然是高於美國 顯然 美國想借貿易戰 壓倒中國 拖慢中國發展的目標 並沒有達到 其次 美國想減少 中國的對外出口 但是 中國現在仍然是第一大貨物出口國 在這方面 中國早在2009年已經超過了德國 成為世界第一 貿易戰之前的2018年 中國佔世界的總出口12% 好了 打完貿易戰 兩年過去了 到2020年 中國竟然是佔到15% 還增加了3個百分點 3年之內 差不多每年是漲1個百分點 納馬丹是減少對美國出口 都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2020年8月 中國對美國出口 超過貿易戰之前的水平 而今年 去年的基礎上 中國對美國貿易又大幅增長 所以 美國單方面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可以說是全面失敗的 好了 講到科技戰 標誌是打擊華為 美國以一國之力 聯合打擊 一個中國的民營企業 打了三年 華為雖然很艱苦 損失很重大 但是仍然活著 證明 科技戰 沒有達成目標 某個意義 還刺激了中國自己發展科技 以芯片為例 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芯片市場 去年世界芯片的總值是4600億 中國一個國家 佔了3400億 中國佔世界芯片市場大約是4分之3 而中國自己生產的芯片 只是佔三四百億 其餘三千多億都是入口的 貿易戰之後 國產芯片佔中國的國內市場的比例 不斷上升 中國十分重視半導體行業 早起胡主席 胡錦濤主席的年代 就已經設立了半導體基金 在變導體產業方面 大部分技術中國都有 但是過去的情況就是 中國有技術 但是中國的技術 沒有市場需求 技術是種子 一定要找到土養 這個種子才去發芽生根 成為參天大樹 才可以繼續培養第二代 第三代的種子不斷改良 進展 過去中國的問題 是有很多核心技術 但是沒有一個成長的生態 導致技術永遠不能成熟 好像真空包裝的種子 長不成大樹 原因也很簡單 美國和其他國家 西方國家的技術很成熟 產品相對便宜 導致中國企業過去大部分時間 一直買西方的便宜貨 現在西方企業說不賣了 中國企業為了生存 只可以通過國內來獲取這些芯片 就令中國企業 得到生存和發展空間 所以 中美交手三年多 中國沒有失敗 去年疫情 美國應對得非常之差 中國應對出色 可見綜合治理能力 中國有相對的優勢 這就是中國的底氣之一 另外 從美國角度說 美國經濟面臨通脹的壓力 這個壓力 對美國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最新的數字 美國的通脹按年上升4% 是非常高的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 美國就一直處於一個很舒適的狀態 經濟基本上穩定增長 除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 虧退了兩三個季度之外 其他的 其餘的季度一直是處於正增長的狀態 而且通脹很低 40年以來就形成所謂低通脹 高增長的局面 令美國很享受這個過程 其實 這種長期的低通脹 高增長 是並不符合西方經濟學原理的 西方經濟學一直認為 增長快速就業充分就會帶來通脹 結果美國高速增長低通脹 核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中國加入了美國領導的世界分工體系 不斷向美國供應 越來越介入連密的貨品 所以 美國的經濟很好 但是 美國用的中國的相對是 便宜的貨品 所以就沒有通脹 現在 美國因為疫情 海量發債 海量印鈔 貨幣發行量遠遠超過經濟發展的正常需求 於是又出現 貨幣增發 但經濟恢復不了的狀況 美國的通脹開始起來了 美國的財政 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而美國聯邦的赤字也都接近30萬億美元 這是什麼概念呢 現在美國的債息是一點多利 每年蠻息就還3000億左右 低息 總算可以負擔 但是如果 通脹接近5%甚至超過5% 通脹升高之後利率就會跟上去 美國 單是30萬億的聯邦國債利息 一年就需要1.5萬億美元 這樣加上去就絕對會令到 美國的聯邦政府 財政破產 美國面對這樣的問題 就想尋求中國的幫助 所以 美國其實是有求於中國的 過去 美國一直說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 認為壓低人民幣匯價 但是現在 美國的口風變了 包括今年6月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和副總理劉河開會的時候 核心內容 就是希望人民幣現在不要升值 過去人民幣升值了8% 今年升值了2% 為什麼美國開始 要求人民幣不要升值呢 不是人民幣升值 令到中國的貨品出口力競爭 下降了對美國有利 讓美國買少些中國貨嗎 美國不想人民幣升值 因為人民幣一升值 中國的貨品就貴了 而美國 入口沒有彈性 必需要進口中國的商品 商品一貴 美國的通脹又會上升 最近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說 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額外關稅 是傷害了美國的消費者 之前 美國對中國3600億的商品 增收 商品關稅 稅收由3%增加到20% 但是20%當中 18.5%都由美國的進口商承擔 意味著 這部分的成本 基本上都被進口商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中國的出口商 並未承擔了很多 本來美國想徵 中國的出口稅大賺一筆 結果 美國政府是賺了 但是 不是賺了中國的出口商 是賺了美國的進口商 和美國的消費者 總統跡象表明 今年之內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會將特朗普年代 強加給中國的關稅取消 以減低 美國消費者 買中國貨的成本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中國都面臨通脹壓力 因為中國的生產恢復了 產品供應得充分 通脹壓力 中國就稍微少一些 美國那邊就不要控制了 所以 它需要中國提供商品 否則 印了那麼多錢 買不到商品 錢就變了不值錢 通脹就會急速上升 美金就會變成金元券 上面講的原因 都令到中國的底氣很足 底氣足了 就可以直接對美方提出要求 所以金策榮教授說 其實中國能夠提出三條紅線 兩張清單 都是因為 中國有底氣 這樣 對中國的外交意義 中國的外交 就可能走向一個新的階段 就是 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西方國家 中國會很直率地對他們的行為 提出中國的批評 以前那種 即使對外國 包括美國不滿 但不會開口講的狀況 已經結束了 從美國開始 其他國家 亦都會間接地觀察到 中國的變化 對中國的變化 這些國家可能會有些不高興 但這是必然發生的轉變 看完金策榮教授的分析 我們就會知道 中國 現在對美國 比以前強硬了很多 對美國很多無理的要求 亦都敢於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 其實 背後有很複雜的原因 而基本的原因 就是中國跟美國的角力對比 已經變化了 中國不止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而再加上 美國應對疫情差 要大量印鈔 去支撐經濟 就衍生很多問題 所以 美國已經有求於中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